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我想要来做一期视频是关于我们一月份的运势预测 那我会从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财运 我们的感情这几个方面来看 我们一月份将会遇见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对 那我今天准备了三组牌 分别是一 二 三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一组牌 然后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那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Page of materials Nine of Inspiration Tool of Voice Awakening Awakening OK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一月份 首先如果从工作方面来讲 我看到在工作当中你们会有一些新的讯息 新的一些资源 会有人给你们送资源来 会有人给你们提供一些帮助 那 对于你们一直坚持的一些事情 它会有一个结果 它会给到你们一些成果的展现 那如果说你在一月份有需要去签合约 有需要跟公司去 比如说续约啦 或者是 哪怕是你的房子是需要去续约的话 我会看到一月份这个续约的过程 这个签合同的过程 它是很顺利的 嗯 对那在人际关系方面 我看见一月份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嗯 你们的人际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的 你们很适合去做一个团队的合作 嗯 对在这个团队当中 你们是能够去发挥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的 是能够去真正的表达你们自己的 那 对我们再抽牌看一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的在事业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一月份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事业方面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给到我们 那我会看到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在事业方面我们 在一月份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想法 呃 你们你们会有很多的计划 毕竟是新年开始的第一个月 你们会对你们 2021年会有一个很多的 一个期许 一个呃 远景 想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我会看到 呃 你们会有一点点的难去落实这些事情 就是想的多 因为想的太多了 所以会变成说 不知道自己应该从哪里开始 从 呃 就会变得有点乱 有一点点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会觉得我这个事也要也要做 那个事也要也想要去做 那我会建议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把你们想的东西都把它写下来 然后去看一看哪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哪个事情是可以呃 缓一缓的 能够帮助你们去理清你们的思路 当你们去理清了思路以后 我会看到在工作当中 你们会是那个呃 就是很清晰自己的目标 很清晰自己要去做的呃 做什么事情 要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工作当中 对那如果说是对于一些呃 还在找工作的朋友的话 我会看到你们的等待期 是会有结果的 你们呃 这个等待的时期其实有一点长 我会感觉到这个等待的过程 是从今年一直延续到明年一月份的 那呃 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我会看到在一月份 你们会迎来一些好的消息 呃 对一些 可能他这个过程会有点慢 让你觉得 都快要放弃了 或者是都觉得啊 他怎么还不来 就是比如说你已经面试过了 但是那个面试的结果 迟迟就没有给你 你会觉得你会经历那一阵子的纠结 那一阵子的痛苦 但是我会看到一月份 你会迎来一些呃 比较好的消息 对你会迎你会有有那个结果 那呃 他可能会要呃 比较慢一点 可能要到一月的尾巴 你才能够一月下旬 你才能够接收到那个讯息 对那我再看一下 关于财运方面的话 我看到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财运方面 我们的一月份的情况是 呃 会有 会有 我看到你们公司会有 呃 给你们红利 给你们分红 或者是年终奖 呃 那如果说有投资的朋友 我会看到一月份 会有一些投资款进来 嗯 或者是 如果说你是自己开公司的话 我会看到 你和 你的 呃 合作伙伴 你们会有一些收入 到了年底的时候 就是到了一月份 就是 农历新年之前 会有一些 呃 就是 之前的那些 比如说 货款啊 或者是一些 呃 款项会进来 对 对 他会让你 这个钱他会进来 可是 他给你的感觉是很慢 因为你已经 可能你已经把这笔钱 嗯 投出去很久了 你在期待这个 你可能年头就已经 2020年年头就已经把这笔钱 给投出投资出去了 你一直在 等他们 等这笔钱 回款 回回来 对 他会给你一种 很慢的感觉 但是我看到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所以再等一下下 很快就会来 对 那我在这边再看一下 我们的 感情方面 嗯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情感的方面 我看到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一直在等那个人 在等一个人 那这个人可能是 你们过去的一个恋人 也有可能是你们脑海中的 那个理想的对象 你们一直都想要等他的出现 一直都在期盼他的出现 对 那我会看到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一月份 的时候 你们 在等待的那个人 他会出现 他会来 给到你很 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安危 很大的一部分的疗愈 他会 让你觉得 哦 我的等待没有白费 我的期待 我的这个 一直以来的坚持 终于有了回报 终于 这个人 他终于出现了 对 这个是在情感的部分 那如果说你是 你已经是有家庭了 我会看到 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们在一月份的关系 是很 嗯 就是会有一种相互支持 相互 嗯 给予对方 尤其是内在的力量的一个支持 对 可能年底了 另一半要去加班 或者什么的 你们会互相就是support 家庭 对 对 这是感情的部分 那在灵性成长的方面 嗯 你们会很专注于 就是你们 你们的一些部分 会被唤醒 一些灵性的部分 会被唤醒 会开始去注重一个内在的成长 会开始去 真正的关注到自己的内在 真正的去开始一步一步的 去打开自己的心房 去打开自己一些被 之前没有去关注到的那些点 对 那我们这边看 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第一组牌的朋友 Be still 就像我刚才讲的 再坚持一下下 你们等的那些 投资款的回款 或者是你们投资 已经付出去的款项 等待他收回来的 再等待一下下 他很快就来了 那你在等待那个人 如果说你是 跟情感有关系 你等待的那个人 再等待一下下 他就 他就要来了 嗯 我 我感觉到了那个 那个过程的缓慢 那个过程给到你的 一些压力 一些 让你觉得 很难熬的部分 呃 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 是说 再等待一下下 很快就要来了 你的 这些付出的努力 这些坚持 他并不会 白费 对 Divine Guidance 你们会拥有很多 来自于宇宙 给到你们的一个 呃 知道 你们会接收到很多 讯息 是来自于宇宙的 因为你们的一些 呃 就是 灵性的成长方面 开始被唤醒了之后 你们会 接收到很多 不一样的声音 接收到很多讯息 而且 你们有 十一天使数字 你们的守护天使 他会一直都在 陪伴着你们 Victory 等到一月末 就是下半月的时候 你们迎来的那些 你们所等待的东西 那些金钱也好 那些人也好 那就是你们迎来 胜利的时刻 迎来丰收的时刻 呃 Flow like water 等到那个时候 你们会 就会觉得 人生 哇 就是开始 要开始走上正轨了 就是开始觉得 那个路开始顺起来了 它不再是 呃 歪歪扭扭的路了 more than changes in your life 你的生活 开始转变了 它是一个 呃 转变的 我会看到一月份 对你来讲 是一个转变的过程 呃 尤其是从一月头 开始到一月中 这个 这个两个礼拜 对你来讲 是一个转变期 是一个 等待期 一个纠结的时期 一个呃 持续 就是要坚持下去 再努力一下下的 那个时期 过了这个时期之后 等到下半个月 到了一月尾的时候 你就会迎来一个 呃 胜利庆祝的时刻 对 Mountain Low Road 你会感觉 现在这段时间 可能 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个过程 其实它不仅仅是 一月的上半个月 其实在2020年 它就已经处于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了 就是你会觉得 你 你那个路走起来 很难走 很辛苦 会让你觉得 怎么走也走不到头 看不见那个山顶 但是我会看到 这个路 它即将要结束了 再坚持一下 还有我们一个 Valley Deep personal strength and peace that assure a success 你们会 翻过了这座山之后 你们就会 看见了一个峡谷 就是 你就会觉得 啊 下坡好轻松 上坡的时候 压力很大 当你翻过了 这座山之后 眼前就会出现一片 绿阴阴的 就是很舒服 让你觉得很 轻松 的一个环境 和一个心理状态 对 那我这边还有 Solaplexus chakra 我们的太阳神经 从 你们要去做 清理的部分是 要去清理掉 你们心理的一些 恐惧感 一些心理的焦虑感 一些 对于你们自己的 一些不自信的感觉 我会看到 你们的那些焦虑感 那些 压力 那些 就是一直坚持以来 会让你们变得 开始有点自我怀疑 你们要去把 那个恐惧感 那份怀疑 去把它清理掉 对 Calmness 就像我刚才讲 你们会有很多 各种各样的想法 要去把你们的脑子 做一个清空 做一个清理 让它静下来 让它平静下来 这样子你才能够 更好地接收到 宇宙给你的讯息 因为你如果你的脑袋 里面很混乱的时候 就算宇宙给到你讯息 你其实也是没有办法 很好的去接收到的 对 那这个是我给 选择第一组牌的 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 第二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一月份 你们的整体运势 会是如何呢 8 of voices 6 of inspiration 2 of princess 2 of princess 2 of princess 可能有很多东西 你们之前都不敢去表达 或者是你们会害怕失败 有一些东西你们会害怕 如果说你们去把它说出来之后 别人会如何地评价你 别人会如何地看待你 但是我会看到 在新年的第一个月 一月份的时候 我会看到你开始真正的去 学习 如何真正的去表达你自己 你会让自己 绽放出 原本就是属于你的那个色彩 尤其是在工作方面 你会在那个公共的场合去 比如说做公开的演讲 可能这个是你之前 都不太敢去做的事情 那现在对于你来说 你把那个所有的束缚 都给卸下来了 你开始去愿意去表达你自己了 你愿意让别人去看见你了 如果说你不是在一个 公开的场合表达你自己 但是你也愿意去 就从小的方面来讲 可能你本来跟同事之间 会有一些同事说 好你这件事情 请你帮个忙之类的 你会有点不好意思去拒绝它 你会觉得 如果我拒绝它 它会不会对我有想法 有意见之类的 但是从一月份开始 我看到的你是开始懂得 去如何划清那个界限 开始懂得如何去表达你自己 如何知道如何去say no了 那当你去say no了以后 你会发现你一直在 外放的那些权力被你拉回来了 你就开始真正的开始去展现你自己 真正的去做你自己了 对这个是 尤其是在工作方面的 一些讯息 那我再看一下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在工作上面 还有什么样更多的一个 sorry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 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 two of ones 你们会迎来很多机会 the tower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开始有自己的一个突破了 会把一些成就的一些信念去屏除掉了 你们知道一些不适合你们的能量 你们去把它释放掉了 就是你本来就自己是一个很 就是把很多事情都hold在自己心里面 你不愿意去说出来的一些话 你现在都愿意去说出来了 当你去真正的表达你自己了之后 你会发现其实它并不是那么的难 它并不会导致别人对你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说它不会让你觉得 你原本的那些想法 就是你本来可能害怕别人远离你啊 或者怎么样 可是当你真正做出来了以后 你会发现那个感觉很棒 因为你真正的做自己 表达你自己了 所以你才会迎来很多不一样的机会 你的视野变宽广了 那我会看到在一月份 你可能会迎来 一个提升的机会 一个选择的机会 或者是说有可能会有出国进修的可能性 一些消息 就是这些消息会进来 但是不是说你那个时候就会出国进修 就是你会接收到那些讯息 可能让你去做决定 但是真正的要去落实下去 还要再往后看 那对这个是工作方面 那我在看财运方面 我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在财运方面 我看见的是 你们会迎来 属于自己心里面的那份丰盛 我这么讲的意思是说 你们会感觉到 就是你们的收入和你们的付出是 是让你们满意的 就是你们付出了这些努力 这些成果 而得到的那些回报 是让你们心满意足的 是让你们觉得很公平的 那对就如果说你是做 比如说你是做老师的好了 就是你的传授的那些知识 你传授出去的那些东西 你的一些能量也好 你教授给别人 得到的反馈 也是让你觉得是很舒服 很欣慰的 对 那在财运方面 你会就是你的付出 和收到的回报是成正比的 那我这边看到你的财运是 会有很不错的 让你觉得很踏实的 很很有安全感的一部分收入 对 让你很满意的收入 对 而且我会看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有 这个收入方面 它不只有一个方面的收入 它可能会有好几个方向的收入 可能是你 你的副业也会给你带来收入 可能是你的投资也会给你带来收入 那如果说你这些都还没有开始的话 我会看到这些 机会会来到你的身边 会让你开始去开拓这些身材的路 对 那从情感方面 我看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从一段不健康 不太健康的关系当中出来 嗯 会给自己 一个 怎么讲 就是说 你可能已经纠结很久了 一直都在那段关系当中 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要离开那个人 离开那段关系 但是我看到 你们终于要下定决心 终于打算 要开始真正的做你们自己了 对 这是对于一些 在情感方面 处于一些不太健康的关系的人 的一些讯息 那如果说你是已经有 家庭了 已经是有伴侣 而且你们的关系很不错的话 我会看到你们会有怀孕的讯息 在一月份的时候 对 会有怀孕的讯息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你现在是单身 我看一看 现在是单身 我会觉得 好像目前还没有 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好像还不会有桃花 但是我会觉得 你的单身状态 让你觉得很舒服 很开心 你其实没有很着急 想要去找另外一半 很着急的 想要去进入到一段关系当中 你其实还蛮享受 你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会觉得那个 就是你的心思 可能都放在工作上 赚钱上 事业上 对 我会觉得你没有特别的着急 想要去 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之类的 那我再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Beauty I have a form which is divine I love what is within to shine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们会迎来你们自己的一个 完全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 聚光灯 就是你们开始真正的去做你自己了 你真正 就是那个感觉就会变得很好 让你们觉得 哇 原来我自己可以做自己 那个感觉是这么的美好 是 我原来会觉得 我听从我自己内心的声音 是那么那么的舒服 对 你们会有那种 自我感觉非常非常好的那个时刻 在一月份的时候 当你完完全全的开始去倾听自己内在声音 开始去做自己 去表达自己的时候 Love 你会完完全全的去做你自己 去爱你自己 你懂得你如何去爱你自己 数字一 你完全就是 就可以去 听从你自己内在的声音 我刚才忘记讲 如果说你有领修的朋友 在领修方面 你们也会 你们的喉咙会打开 我有提到一点 对 你们的喉咙会打开 会去真正的去 其实我会看见你们的 从你们的心轮到你们的喉咙 你们的 就是整个那个 过程 它会 就是从心轮开始 就开始往上走 就开始打开 就开始能够真正的去表达 你们内心的一些想法 那我会看到你们的直觉力 会有很大的提升 你们是真正的能够去 连接到你们的内在 去倾听到你们自己 内心的一些声音 对 Intuition 就是我刚才讲 你们会有 你们的直觉力会打开 你们内心 这个是我们最外面 然后你们内心的 一层一层一层的声音 你们会传达到 你们的 从你们的喉咙开始传达出来 所以你们才会 能够真正的去表达你们自己 Spend time with animals 如果说你是有 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 我会看到 一月份的时候 你们会跟宠物的 之间的那个连接 也会很紧密 对 那个跟宠物之间会 那个跟宠物的高 高龄会有沟通 你们会去 懂得宠物想要 跟你们表达的一些讯息 OK 我这边看 December 现在就是December 所以我会 刚才我就会讲说 一些东西 你们开始去做清理了 一些东西 你们开始去做释放了 包括在情感方面 你们会去 从一段 旧有的关系当中走出来 在事业方面 你们会 真正的开始做你们 做你们自己 把你们那些束缚 都给它松绑 都给它解开 对 And work achievement success 你们会 就像我刚才讲 你们会 付出多少 你们就能够有多少收获 所以 就好比是蚂蚁搬家 就是 这个一点一点一点的积累 从2020年年头 开始积累的这些东西 一点一点的 到了年尾 到了一月份的时候 你们会迎来 你们的那些丰盛 会迎来 你们付出 而得到的那些回报 我会看到你们是很有任性 很有坚韧的力量的一群人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你们一直都在 很努力的去 疗愈自己也好 很努力的在工作的 这个职位上面 这个职场上面 去努力的 想要去表达自己 展现自己 现在 你们开始 就是12月份 是一个蜕变的时期 等到1月份 你们就会迎来一些风声 对 那我这边还抽了 Soliplexus Chakra Confidence No one will believe in you If you don't believe in yourself Be your own cheerleader 你们会有 迎来你们的自信的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开始去做这些转变 开始去做一些 内在的成长了之后 你们会变得很自信 会变得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那个美 那个自信 自信的美 对 Fertility Let your life burst the force from the seeds of Erasion 你们种下去的 那个种子 它正在要 发芽的时期 1月份 我会觉得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所有的一些 对你来讲 一些 不利于你的 或者是处于你身边的一些低频的东西 一些不好的东西 一些信念 负面的东西 在12月份的时候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 告一个段落了 最多它就拖到 1月份的第一个礼拜 之后的 1月份之后的三个礼拜 你们都会处于一个 那个曲线 是向上走的一个曲线 你们是能够 在各个方面 你们都能够去和自己 做一个很内在的链接 去真正的表达你们自己 对 对 你们是可以和自己去 沟通 去做交流的 那这个就是 我给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关于1月份 你们的运势会如何 The moon Four of materials Nine of materials Page of emotion 可以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这边看到在工作当中 其实我会觉得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有一种 恐惧感 就是内心的一种 担心 一种不安全的感觉 你们会害怕 工作的丢失 害怕目前的这段 稳定的生活 会有变化 可能是工作的一些变动啊 或者是 收入方面的一些变动 对 会让你们觉得 不是那么的安定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 一些讯息 在工作方面 那其实 我会看到在1月份的 就是从现在开始 12月份 可能更早以前 就是2020年以来 开始这个能量 它就会 就是一直的 就是在那里 但是等到1月份的 下半个月之后 你们会 开始觉得 那个想法 开始会有点转变了 那我等一下会再 看一看我们 转变的力量 是来自于哪里 但是我会看见 到下半月会 这个迷茫感也好 这个不安定的感觉也好 它会有一个转变 对 那我们再看看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在事业方面 会给到我们一些 什么样的 更多的讯息 那在事业方面 我看到选择 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一直在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的 在你们的工作岗位上面 一直很努力的是 在做好自己的 分内的那些事情 那其实现在 有一些 你们心里感觉的 那个不安定的感觉 它 我是听到宇宙跟我讲说 它不是真实的存在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所担心的事情 它并不会真的发生 而是说 你们会觉得 工作可能它有一点不稳定 或者是 经济形势 它又开始往下走 但是对于你们的 其实宇宙 想要给到你们的讯息 是对于你们来讲 你们只要做好 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分内的 那份工作 你们的收入也好 各方面也好 它都是处于一个 比较稳定的状态 虽然它 还没有到达一个 就是 你们可能 心里面的那个 那个点 就是可能你本来赚 比如说 五千块钱一个月好了 现在 可能它会有点下降 可能变到 三千 四千这样子 那所以你那个 心里面会觉得 会担心说 会不会 这个工作就没有了 之类的 但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是 它只是一个 现阶段的一个情况 再往后走 它其实是 是能够 你是会能够 接受到一些 别的机会 是让你去 有一个提升的 一个自我的提升 那这个提升 我会看到是 工作上的提升 比如说你是 晋升了 或者是你有可能 有一些朋友 我看见你们会有 出国进修的机会 另外的话 我看到 其实 我跟 我其实看到 在财运方面 你们会有 别的一些机会的进来 你们会变得 不只是做手上的 这份工作了 你们可能把重心 都转移出去 去做别的事情了 我看到 要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可能你们现在 手头上有一份 稳定的工作 但是这份稳定的工作 它并没有给你们带来 很丰盛的一个收入 它只是 维持你的生计 维持你的 就是一日三餐 是没有问题 基本开销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其实这一部分的钱 它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你可能还要 房贷啊 车贷啊 养小孩啊 之类的 还有别的开销 所以我会看到 宇宙是 给你们带来了 更多的机会 让你们去真正的 能够发挥 你们的实力的 那这个机会 是能够让你们 给你们带来 很多很多的丰盛的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 我会看到 你们的收入会有一个 突飞猛进的变化 可能是现在的 好几倍 就是可能是你们 现在那个 叫什么 固定工作的 那个好几倍 对 对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所以你们不要担心 不要过多的去 担心你们的收入 担心你们的财富 运势会如何 他会来 他会来 对 我看看他是 我会看到有些朋友 你们可能会转去做一些 网络上的事情 或者是你们会去做一些 很有创造力的东西 会能够去真正的 展现你自己的东西 对 是能够去展现你的 特质的 可能这个部分是别人 他都没有去做的 但是就正好是你的优势 你的一个长处 你们可以从这个方面去 想一想 你们会迎来非常非常丰盛的 尤其是在那个 金钱方面 那我看一下我们在情感方面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会迎来一段恋情 但是这段恋情 其实我看到 可能对方他并不一定是 可能对方他 我不能说他不是你喜欢的人 但是对方可能跟你的 年龄 可能比你小 也可能是跟你同龄 或者比你大 但是我说的小的意思是说 他可能的 他的想法会比你 比你比较 应该怎么讲 就是没有那么的深思熟虑 没有这么的成熟 但是他是一个能够给你带来很多开心的人 对 他是一个能够 营造一个很开心的氛围的一个人 就好比是 他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类似于那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的一个人 对 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他能够给你带来很 很开心的事情 对 而且他会有很多的 给你带来很多那种各种各样的小惊喜 对 我看看还有什么样更多的 一些讯息 关于感情方面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有什么样的讯息 然后 Four of Wands Three of Wands 对 你们会 这个人 他虽然他的想法可能没有你那么成熟 但是你们会很开心 在一起 就是不需要去过多的担心一些 就是比如说工作上的事情啊 或者是别的这些 反正就是你们会聊的超 就是当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 你就会把自己的一些烦恼事情都给抛之脑后了 就不太会去想那些事情了 而且我会看到你们会聊很多 就是可能你们才刚认识 但是你们聊的已经是很久远以后的话题了 其实这个人他会给到你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不一样的视角 对 让你重新去想一些你现在目前的一些问题 那如果说是 这个是桃花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有伴侣的朋友 我会看到你们会进入一个婚姻的殿堂 你们会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说是不是应该要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 那如果说你们已经结婚了 我会看到你们对于家庭的一个规划方面 会有一个更加深远的一个想法 更加一个远景 就可能你们会考虑到 我们是不是应该生小孩 或者是我们未来 我们为这个家 我们要共同去做一些什么 创造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出来 对 这个是在情感的部分方面 那我再看我们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一月份是一个 你们能够从书本上也好 哪怕是电影啊 然后网络啊 从人啊 和别人的沟通交流方面 你们都是能够学习很多知识的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像我刚才提到的 你们在一月份会接收到一些 就是可能要去进修的讯息 对 还有一个psychic protection 我刚才忘记讲关于灵修方面的事情 在灵修方面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你们可能会经历一些 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些问题 尤其是对于灵修的朋友 你们在灵修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去挖掘出来一些内心的 很深的一些伤口 你们必须要去面对它的一些东西 当这些伤口被你们看见 被你们挖掘出来了以后 你们的心开始绽放了 你们去处理了那些心里面的那些不安全感 那些恐惧感了之后 你们的心开始发光 开始闪亮 开始 你们开始自我开始 绽放了 对 所以 这个过程 它可能 不太好受 但是 宇宙跟你们说的是 你们是被保护着的 不要担心 虽然 那个过程让你们觉得很难过 很 很难度过 但是宇宙告诉你们 你们一直是被它保护着 Family 像我刚才讲的 首先一个 宇宙保护着你们 就像 家人给到你的爱一样 所以不用担心 在灵修方面 你们会经历一些不太 就是去真实面对自己的那些问题 那 另外的话 我刚才讲 就是会有一些朋友会进入 婚姻的殿堂 会享受和家人在一起 你们会去 商讨一些对于未来的计划 会有 会要不要去 迎接一个新成员 迎接一个小baby的到来 对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那 另外的话 我会看到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家人会给到你们一个很大的力量 是你们想要去保护的一个对象 你们有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责任感 是觉得我要去 为家里做一点什么 为 比如说为家里去购置一个不动产啊 或者是 想要为家里去付出一些什么 会要去守护你自己的家 我看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情况 一个状态 还有一个 plan of vacation 那 plan of vacation 其实我会觉得 现阶段我们没有办法去很远的地方做旅行 那 我会觉得宇宙是在告诉我们说 让我们去 展望一下2021年 让我们去 因为我刚才就讲说 对于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有 尤其是已经有家庭 或者是哪怕你现在没有家庭 但是你的整个视野都会变得开阔了 你的视野会变得不一样了 你会有很多不同的计划出来 那这个计划可能就是关于在2021年 你要和家人去哪里去旅行啊 去哪里去度假啊 会开始早早的开始做计划了 对 那我这边还有讯息是 Oh Humuck Take a vacation 也是让我们要去 做一个自我的休假 自我的休息 自我的一个 放松的一个旅程 对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会觉得 宇宙想要让我们 休息下来 让我们去 感受家庭和家人待在一起的那个时间 感受家人给我们的爱 Victory 你们会赢来金钱上 自我成长上的一个胜利 尤其是在金钱的部分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会觉得 你们的那个收入会翻好几番 Well 会有很多的机会 会有很多的机会来到我们的眼前 让我们去做选择 Destiny Follow your instinct They lead to the truth 你们会知道你们的 应该怎么讲 你们的天赋使命所在 你们会知道你们的 此生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你们会才会迎来这些丰盛 这些金钱上的丰盛 爱的丰盛 和家人关系上的丰盛 Creativity 你们会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创造力 去把它好好的运用出来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的副业可能就是 在网络上面 去真正的展现 你们自己的实力 去展现你们的一些力量 就比如说你 可以去做 比如说做YouTube视频 就是做这个 但是有很多 就是你会放很多 你自己的想法 进去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独有的 就别人没有办法 去copy你的 一些东西进去 对 那这个是我给 选择第三组拍的 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